第十单元 关注经济 第二十八课 最受欢迎的毕业生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小刘 你今年就要毕业了 对找工作有什么想法 说实话 我觉得从专业看 自己实在没有什么优势 男的觉得自己怎么样 二 请问 我想去古楼大街 应该怎么坐车 在前面坐一路 到天安门东 然后换乘三路 从这里到古楼大街 要换乘几次车 来应验我们网站的编辑职位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 我的专业是计算机 电脑软件用得很熟练 另外我也很爱好文学 男的觉得自己哪方面最强 四 昨天我才听说 你跟王林是同学 你们熟吗 不算熟 同届不同班 就是在楼里见面打个招呼的交情 女的跟王林是什么关系 五 这次比赛让小李去参加 怎么样 他反应比较快 小李反应虽然快 但基本功没有小张好 男的希望派谁去参加比赛 六 你们给的工资是不是太高了 专业的 执着的 优秀的人才是无价的 女的是什么意思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明天就要开项目会了 你真的打算这次让小刘负责?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小刘有什么不好? 他可还是个新人 你总是对别人缺乏信心 难的是什么意思? 八 今年来找工作的毕业生理 有适合干办公室的人吗? 怎么了? 小高不是挺好的吗? 他下个月就要辞职了 说是跟别人一起去开公司 我帮你看看 关于小高 下列哪项正确? 九 老师 我的论文怎么样? 你论文里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我完全看不出科学性 您不是说要大胆假设吗? 大胆假设后面 还有一句是 小心求证呢 老师认为 这篇论文怎么样? 九 十 你们今天怎么回事? 八点半上课 只来了十几个人 现在九点了 还有三个没来 老师 他们三个病了 去了医院 马上就到 马上马上 已经迟到半小时了 您看 已经来了 今天学上来上课的情况怎么样?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之前公司并没有录用你 你为什么还要写感谢信给我们呢? 虽然公司没有录用我 但认真看过我的简历 也使我收获了面试经验 我觉得也应该表示感谢 你做得好 正是因为你写来的感谢信 让我们觉得你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对我们公司也很有诚意 所以这次招聘时 我们就优先考虑了你 非常感谢您和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你自己创造的 十一 说话的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十二 这次公司招聘 为什么优先考虑这个男的?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希望国际大酒店 是本市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 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 共有客房288套 县酒店财务部需要招聘财务经理一名 成本主管一名 IT主管一名 以上职位都要求相关专业研究生毕业 需有两年以上酒店工作经验 酒店可提供住宿 薪酬面移 我们将为你提供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 和良好的学习氛围 传授五星级酒店管理的技能 助你快速成长 十三 酒店对应聘者有什么要求? 十四 关于酒店下列哪项正确 酒店